銅鋁鎳鎳駕 續創歷史新高 可以帶動鋼鐵新波循環嗎? 大家晚安 我是Mr.海神范正宏 歡迎再次收看這一集的銅骨拉麵 今天錄影時間是3月9號 最近烏鵝大戰震驚全世界 除了讓大家很緊張 更大亂了全球原物料的供應鏈 首先 光是俄國出口的鋼鐵、天然氣還有石油 就分別佔了全球的1、2、3米 有色金屬 銅、鋁、鋰也分別超過5% 在農產品的部分 烏鵝兩國一共生產超過全球25%的小麥 還有20%的玉米跟大麥 還有80%的葵花石油 更不用提到7成的半導體關鍵原料 奶氣 幸好目前台灣半導體業大多口經營制認為影響不大 但是在能源、金屬、糧食的部分就不一樣了 能源與農產品影響中年經濟最大 畢竟能源跟農產品的價值會直接影響到大宗的荷包 而在產業個股的部分 則以鋼鐵類股影響是最深的 雖然烏鵝兩國主要是以低價鋼材銷售到東南亞等亞洲地區 但全球市場一下子少了這麼多的供給 勢必讓市場踢著找替代的供應商 自然也就刺激了價格上漲 另外金屬鋰占了不鏽鋼超過5成的生產成本 本來鋰價就因為電動車的3元鋰電池解決升高 那這次戰爭又再度刺激鋰價上漲 如此一來不鏽鋼的成本大大增加 那不鏽鋼是非漲價不可 產業的信奉景會再一次的展開嗎 今天海豚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灣鋼鐵產業的看法 還有海豚正在觀察哪些個股 節目開始前先幫海豚按讚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鍵 每週準時收藏海豚關注的議題 OK 那今天節目就要開始囉 海豚過去有說過每種材料都有它的特性 依據材料特性的不同 在加工成適合我們生活使用的產品 鋼鐵是一樣的 依照不同的產業特性 大致上分為碳鋼、不鏽鋼、還有特殊鋼三大體系 可能很多人會有疑問 既然不鏽鋼都能防鏽了 那為什麼會生鏽的碳鋼還要繼續使用 碳鋼的市場在哪裡 其實這個原因很簡單 海豚舉個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 碳鋼雖然會生鏽 但是它可以說是建築業的首選 因為除了相對的便宜、好加工 生鏽這個認知的缺點 用在建築上反而是它的優點 因為碳鋼表面的鏽斑 可以讓鋼筋骨架跟水泥 更緊密的咬合防止脫落 同時一旦鋼筋被水泥包裹後 鋼筋內部也不會再生鏽了 因此相較起需要長期面對生鏽環境的不鏽鋼來說 各有各的好處 而特殊鋼就更好理解了 比起大量生產的碳鋼以及不鏽鋼 特殊鋼就是鋼材中的利基型產品 用在對於材料也要求更嚴苛的航太軍工 機器還有汽車等等 但是不管碳鋼、不鏽鋼還是特殊鋼 主要原料都是鐵礦砂或是回收鋼鐵這種 那回收鋼鐵就是所謂的廢鋼 那只是在製程中 不鏽鋼會加入鋰、鋰、鋰等其他金屬 來達到不生鏽的特性 而特殊鋼是不鏽鋼的再進階版 會添加更多複雜的元素還有製程 以符合特殊領域的使用 鋼鐵的原料分為鐵礦砂和廢鋼材兩種 那其中鐵礦砂需要透過高爐先煉成鐵 再精製成粗鋼 而廢鋼是用電爐 那這個差異光原料就佔了成本70%到75% 在鋼鐵業是特別重要 因為如果廠商是以高爐作為主要生產設備的話 那國際鐵礦砂的報價影響成本就是最大的 那但是如果是用電爐製程為主 那則是要看那個廢鋼的報價 全球的鐵礦砂產量集中在澳洲還有巴西兩國 科技佔了接近60%的鐵礦砂燦能 與智利同礦罷工的糾紛不同 最近鐵礦砂在供給端倒是沒有太多的問題 那主要的狀況還是在需求端 照理說2020年有歐盟7500億的歐元振興方案 去年有美國1兆美元的基建計畫 再加上中國供應鏈外移帶動的設備需求 同時印度、印尼、越南等國家也相繼推動基建 應該會推升鋼的用量 但這裡有一個非提不可的陳曉金 也就是這個碳中和的部分 相信這幾年大家都時不時都會看到 也對這個議題也相對有熟悉了 那對岸的習大大在去年的4月就提出 中國的碳排放要在2030年達峰 2060年要達到碳中和的目標 於是官方在去年11月中就強制的命令 鋼鐵產業的出鋼減產要三成的比例 而經驗一直延續到今年 大家可能會疑惑 為什麼中國要下重手整頓鋼鐵產業 前面海豚有提到煉鋼製程 分成高爐跟電爐兩種 相較於電爐煉鋼 用高爐的方式是由雜質較多的鐵礦砂 在精煉製程出鋼胚 那製程中為了去除雜質 自然就消耗更多的能源 換而言之就是有更多的碳排放 以全球產能來看 單單中國就佔了全球出鋼產能56.7% 與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鋼鐵主要產出國不同 一般來說 高爐電爐比重是比較平均的 但是中國9成的產線都是使用高爐 自然中國的鋼鐵業的碳排放比重 就比其他國家來得高得更多 而中國除了從生產端下手 需求端也跟著方半腳步 根據世界鋼鐵協會WAS的預期 原本在2021、2022年 全球鋼鐵需求會大增 但在中國的需求下降之下 全球鋼鐵需求成長幅度相對是趨緩的 本來這一增一減的情況下 鋼鐵後市看起來會走一個 相對供需平穩的狀態 但是就像烏爾一開戰就真的阿北舒適啦 同樣根據世界鋼鐵協會的資料顯示 2020年全國鋼鐵的出口國 第一名是俄羅斯 第四名是烏克蘭 全球產量最高的中國卻只排到第五名 主要是因為它大部分鋼鐵都已經用在內需了 如今烏克蘭短期很難再出口 俄羅斯也被全球制裁 連貨船都沒辦法去載貨 全球一下子就少了4000多萬噸的供給 加上中國自身也減產三成 市場自然就只能找貼貸方案 那台灣的機會在哪裡? 台灣在2020年的鋼鐵出口量 全球位列第11名 主要是以歐洲還有東南亞市場為主 還記得海淳在開頭跟大家提到嗎? 烏爾兩國主要銷售是到東南亞地區的 同樣以東南亞為第一出口地的台灣 是不是有機會替補? 另外美國市場現在占出口排行第四 主要是因為2018年中美貿易戰被掃到颱風尾 台灣也是躺著中槍 被加克了25%的鋼鋁稅 此後外銷美國的鋼鐵逐年遞減 但是從拜登政府上台後 積極以關稅限額的方式來解決過去川普時期 與全球的鋼鐵關稅紛爭 美國去年10月與歐盟達成協議 在限額條件下豁免歐洲進口鋼鐵關稅 那今年的4月1號起 又用同樣的方式豁免了日本 未來台灣是否也有一樣的機會 就值得大家特別去做注意 那本節的最後海豚準備了一張 台灣鋼鐵產業的上中下游給大家參考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 最上游就是把原料做成大塊的粗鋼鋼還有不鏽鋼鋼 因此碳鋼的代表就有2002的中鋼 2015的封芯 那不鏽鋼則是9957的葉連 特殊鋼則有5009的榮鋼 接著上游的粗鋼鋼來到產業中油後 就會被加工成更好處理的細料如小鋼蒂 磅線材還有鋼捲板材等等 那這裡的中油碳鋼的代表有2014的中紅 2007的葉芯還有2023的葉輝 而不鏽鋼方面則有2030的張遠 2034的允牆以及2027的大成鋼 最後小到螺絲羅馬 大到銀建用的鋼骨架構的下游 那代表上市公司則有8415的大國鋼 還有9958的世紀鋼 當然海豚也不是整條鋼鐵產業都看 因為其實觀察鋼鐵產業有它的小訣竅 前面有提到中國出鋼的產量佔了全球一半以上 而全球鋼鐵公司大約都在每個月的10號左右 會公告下一個月的產品的盤價 所以中國第一大鋼鐵廠寶鋼 那它的盤價是不是就有指標意義呢 像2002的中鋼基本上就會盯住鋼鋼的盤價 而3月開始中鋼的盤價平均調漲2.44% 那下游2014的中鋼則是全面調漲 平均漲幅是略高於中鋼的 緊接著台塑在越南投資的核進鋼廠 4月的內盤價也全面調漲 大有產業全面看漲的味道 再來我們還是要回頭看看烏二戰爭的影響 所以前面海豚有提到俄國的銅鋁鋰分別在全球表現之5的產量 現在鋼鐵因為被限制出口要漲價 那國際的銅鋁鋰鋰也會同步發動 那截至豚國拉麵拍攝之前 銅鋁鋰鋰其實它都創了歷史新高 那倫敦鋰鋰鋰更誇張 兩天就漲了一倍還漲到要停盤 而鋰是不鏽鋼的必要材料 所以鋼鐵族群中的不鏽鋼 當然就是這一波的觀察重點之一 那這邊海豚就要來跟大家分享海豚觀察的標的 首先是台灣第一大與第二大的不鏽鋼館廠 2034的允強還有2030的張元 允強在鋼鐵產業鏈中屬於中油的不鏽鋼加工產 那主要銷售地區是以歐洲、美洲還有台灣為主 公司2019年為了更貼近歐洲市場 直接斥資20億遠復圖爾旗設廠 那一期的廠區預計在今年第三季市場 第四季要去出個量產 那二期廠加碼投資了30億公司計畫6月招標開工 除了本業還持續工程略地 允強在去年10月投資了1.8億元 在斗六的一、二廠架設太陽能發電 預期四月開始運轉後 每年約有業外建立1000萬的入賬 而相較於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允強 2030的張元則大部分中心用心經營在亞洲地區 包含在台灣營收在內 亞洲佔了6成的營收 那產品以鋼管為主是接近了8成 剩下才是一些板材 公司的工廠主要集中在台灣還有中國無錫 那月均出荷量落在1.5萬噸左右 那雖然內銷了板材報價走跌 部分的客戶在調節庫存 拉貨力道區管的影響 但目前價位仍屬歷年來的高檔 今年一、二月、兩個月 仍在寫下年增32.9%、55.81%的最佳表現 再來是受惠美國基建加上鋁價標漲雙題材 的2027的大成鋼 那公司在2018年買下美國鋁業旗下的工廠後 不但成為美國商用鋁的最大通路商 也成為商用鋁最大的製造廠商 因為烏二事件啊 法人普遍預期大成鋼在不鏽鋼眼區裡的價格上漲帶動下 看好今年的業績成長 最後是台灣特殊鋼龍頭龍鋼 那龍鋼是台鋼集團的子公司 今年最大的看點是在航太領域的營收 去年這個全年的產品營收大概是平均起來是5% 但到第四季拉到了13% 那其實還不算很多 那是在2020年以前 航太領域營收可是占比超過三成的大項 這兩年主要是因為受到疫情影響沒有訂單 因此改往工具用鋼為主 但隨著全球疫情逐漸受空 邊境逐漸鬆綁 那其實航太產業也漸漸衝起拉貨 那美國的一些飛機製造商 訂單也重新的拉貨了 有在觀察航空類股的朋友 也可以一併觀察榮鋼 OK 那今天節目也要進入尾聲 海豚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由於最近烏二戰爭的影響 讓全球股市有系統性風險的疑慮 那海豚做節目分享給大家 除了是可以告訴大家一些獲利的機會 也是讓大家認識更多的產業的一些細部的一個狀況 那最近其實在今天早上 就是關於一些孽價的部分 因為飆漲了暫停報價 那其實國內的一些鋼鐵或是孽倉 就是在下游的部分 其實有些客戶已經暫停價貨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報價漲得太快 他們覺得說要先冷靜一下 觀察一下後續原物料波動的狀況 再去做後續決定 那甚至一些不鏽鋼廠 甚至也做出了所謂的暫停接單 跟暫停報價的一個部分 勢必如果說目前漲價的速度過快的話 那如果不鏽鋼廠或是鋼鐵廠 無法順利的反應報價給下游的話 基本上對鋼鐵廠或是不鏽鋼廠 他們的毛利率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雖然目前看起來 鋼鐵跟不鏽鋼接下來的產業的景氣 是有一些利基點的 但是短線的市場波動大家要特別留意 好啦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對於今天的議題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海豚 在點擊下部影片前別忘了幫海豚按讚 那新朋友也記得訂閱海豚 或是直接加入海豚的LINE社群 一起討論最結實的產業議題 那謝謝你們支持 祝大家操作順利快樂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